《生物学概念和途径》 生物学概念和途径的课 这堂课我们今年是开到第八年 因为是我到北大工作第九年 我来北大的第二年开始开这门课 我们这堂课的目的非常简单 我们希望我们有一些同学 是对科学研究本身感兴趣 或者是对科学研究所代表的 科学的精神 科学的思路感兴趣 然后学了以后 有一批人成为科学家 或者有一批人带着科学的精神 去做其他非常不值得做的事情 我们这堂课的内容实质上 有一批学生 因为上次上课的学生 八年前上课的学生 后面有人读了研究生的 不都是背书的内容 而是有一部分内容 或者有少部分内容 是需要动脑筋 而且稍微有点难的 有一批老师偷着来听课 是想看看这个到底是老师听得懂 还是学生听得懂 所以你们大师要可以去问问他们 他们听的感想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上课的有不同的老师 他们分别是挑选了他们不同的特长 然后他们的名字 你们只要做生物学 一辈子还会继续听下去 在你们有生之年 他们都还会有重要的工作出来 生物学与相当多的一批人文科学 和还有一批自然科学一样 是一个比较重资料 重事实的学科 因为对于我们未知的生命世界 能够知道一些事实 知道有什么动物 有什么植物 有什么分类 有什么分子 有什么基因 看他们的分类 就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所以造成了一个 认为生物学概念和思想 是很弱的一个学科 这个想法有可能是对的 绝大部分生物学的诺贝尔奖金 你仔细看一下 都达不到概念性的层次 跟1920年代 30年代的物理学比起来 会有长期的自卑感 很多是发现一个过程 发现一个物质 发现一个分子 但是有少数很重要的工作 是概念性的工作 或者接近 或者努力想成为概念性的工作 而这些工作里面 再有很少部分 是很需要动脑筋的工作 也就是说你们从中学刚到大学来 对于科学的理解是比较错误的 因为大多数科学都是探索性的 很高深的科学 绝大部分的科学 都是工作性质的研究工作 大部分的科学都是不需要动很多脑筋的 我的说法是 IQ在人群的55% 都能做出重要的生物学工作来 而且甚至可以得诺贝尔奖金 有一部分诺贝尔奖金 IQ只有那么高 但是有少数工作不是这样 所以我是想用少数的 世界上的经典性的工作 认为我们北大的本科生 是属于这些人一样的人 当然我这个可能估计是有错误的 有偏差的 但是至少是寄予我的一个希望 所以我用概念性思想性的工作 在大一的时候给你们讲一下 因为你们如果还要接触生活学的工作 以后一辈子接触 绝大部分都不是这种工作 所以这是要说清楚的 这是少数的或者极少数的 一些代表性工作 这句话当然很难听 但是也很好听 说明绝大部分人都能做科学 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工作大家都能做 所以你也用不着担心 如果你是特别聪明 你得想想 你得给一般人避开来 做一些一般人做不了的工作 我除了要讲概念和思想以外 概念和思想我是叫Ideas and Concepts 我还没有上升到哲学性的Thought 因为那个工作 生物学可能只有一两个那样的工作 其他东西只能在Ideas and Concepts就不错了 到Thought那种水平可能 一般人是不可期待 不可期望 所以那部分不担心 但我除了讲概念和思想以外 我要强调讲我们还要讲途径 途径是在方法之上的 怎么样有一条路径来找到一个问题 解决一个问题 所以对于实验科学来说 这是超出生物学本身 我认为概念很重要 途径也很重要 所以如何看待不同的途径 也很重要 而生物学里面目前的途径 是可以数的 主要的途径 实际上是除了生物本身 出现那些方法 演变出的途径 比如遗传学分子生物学 主要是生物学本身诞生的 其他的多半是交叉学科出来 进入到生物学 经典的是化学跟生物学 有很多渗透交叉 物理有一部分 化学除了有生物化学 还有生物化学的相关一些方法 还有目前的所谓的 新的一个名词叫化学生物学 然后物理里面有更多 最早是电生理进来 然后有现代光学成像 有现代电子学 和其他一些物理学科进来 数学对生物学渗透是比较少的一部分 但是也有一部分 而且有一部分是很早发生 目前用数学用得多的 是数学里面比较浅显的一部分 统计学 比如说生物性学学 它实际上主要是概率统计 在生物的应用 把AGCT和其他的生物性状 进行统计学规律的总结和分析 所以途径可以算得出来 成像 生化 分离存化 遗传 生物信息 主要有五六个 当然还有少数人用的 比较专的信息 所以这些 我们在教课中 跟概念一起来讲在里面 所以这两方面 我希望我们的课程都提醒大家 所以第一堂课 或者说你们大一的 我们开的这一门课 我自己的主要设计目的是这样 然后我自己会讲 接近一半 大概不到一半 其他那些老师 分别代表不同学科 或者不同生物学方面的 王晓东老师是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老师 他是在生物化学方面 用生物化学途径解决细胞生物学问题 做出迄今为止 中国人做出的最大的贡献 他是1996年发现细胞凋亡的分子 通过生物化学分离存化的方法 然后带来了很重要的发现 他是迄今为止 中国人唯一的在重要的 全世界用的教科书上写一章的内容的人 这不是光生物学 而是大概全体学科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那他不仅还活着 是现在的人 他还给你们讲课 其他的人我们会请 新华的结构生物学校诗一公 会来讲一堂课 这诗一公的新闻 可能你们每隔三天就要听一次 所以这个 我就这里不介绍 给你们看清楚 谢雪亮是我们化学系的毕业生 他现在是在哈佛大学化学系做教授 同时他兼 北京大学生物动态中心主任 他是学的化学 他实际上是学的物理化学 他是用物理方法做化学 这是他以前1998年的经典性工作 然后他现在是 实际上用物理的 合用生物的方法在做生物学 所以这些人 他会讲跟他们工作有关的一些工作 邓兴旺是我们生物系七八级的学生 他是毕业了在耶鲁大学 做了教授 然后他最近全市回国 然后他是我们筹办的农学院的院长 他会跟我们讲 跟植物的经营工程相关的一些工作 所以这些老师讲的是有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途径 和不同的思想概念 然后给大家一个展示生物学里面 一些不同的工作 我自己讲的这几套 主要一条线是从1865年 孟德尔宣布他的遗传学论文 1866年发表这篇论文 到大家接受基因的概念 1900年代以后 然后1910年 莫根丰富遗传学学说 特别是遗传学里面 基因如何在染色体上排列 这样的遗传的染色体学说 他是丰富这个学说 他不是提出这个学说 一直到另外一条线 生物化学发现核酸 是1869年 Fred Mitchell发现 但是他不知道核酸是干什么用的 然后到了1900年代以后 核酸的化学结构搞得比较清楚 然后遗传学这条线 和核酸化学这条线 还要加上对于肺炎囚菌致病性研究 这三条线索 在1944年会合 1944年美国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 Avery McCarty三个人 提出DNA是遗传信息的载体 他们提出以后 很多人不接受 包括活着的和刚刚去世的 他们同一个单位的 DNA核酸生物化学的世界第一号权威 都认为DNA是不重要的 而几个微生物的学家 认为DNA重要得不得了 然后他们两个代表人物 就不说话了 但是有少数人觉得 这有可能是重要的 还有少数人想 既然有可能重要 那么我就要想办法拿着这东西 去做诺别奖金 我做他的下一部分工作 这是美国的 这个智力不是特别高 但是野心特别大的 叫Jim Watson 他作为一个平凡的学生 好学校进不了 插学校学到了好的东西 然后从美国跑到欧洲 最后跑到英国 跑到英国 他就知道要做DNA的 智力结构 解除DNA分子里面原子的排列 他自己是学生物出生的 在1940年代学生物出生的人 多半是智力要比学物理能源差一大截 所以他到一个物理学的研究所 他拉着一个学物理的人 英国的Francis Crick 跟他一起 两个人都是野心勃勃 然后最后把DNA的结构 悄悄地给解掉 这是1953年的DNA双螺旋 在双螺旋之后 从1953年到1965年 主要是比较聪明的 或者说过去一个世纪 可能最聪明的生物学家 物理学家转成的生物学家 Francis Crick 他和不同的人合作 和交流 和互相刺激 最后在1965年 把基本的遗传密码全部解码 所以从1865年到1965年 是我讲的主要内容 是如何从你完全不知道遗传的规律 到最后拿到一套遗传密码 我认为这一段历史 是生物学迄今以来 最光辉灿烂的历史 然后我希望我们少数学生 当然我希望是多数学生 但是结果可能这个少数学生 能够在这样的鼓舞下 自己做出很重要的工作来 当然万一你做不了Crick 你也可以做 其他的得诺贝奖金的那种工作 不需要IQ的 只要你坚持也能做 所以聪明的人也能做 笨的人也能做 只要你愿意坚持 所以我讲的主要方法 是拿一些主要的经典的论文 如果万一不是英文的 就有人帮我们把德文翻译成了英文 然后我们一起来读 所以这些文章 都全部在发给你们的这本教材里面 这本教材里面是我讲的部分的内容 里面会有原始文献附在里面 同时也有我对这些事情的理解在里面 然后我建议你们一定要读原始文献 然后我写的那部分你们作为导读 当然这个导读实际上几乎就是我讲课的内容 你们如果发现我写错了 讲错了 也可以到时候总结地写给我来 这个作为考试里面加分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自己觉得生物学的概念 实际上有一部分是很有趣的 而且是很深刻 还很优雅 然后你真的读到了这些 理解这些 而不是你在中学或者其他美国比较差的大学 像Harvard Stanford那样 当着医学生 医医科学生背书的生物学内容 而是跟着我们在北京大学学 你会觉得这种概念或者概念的产生和理解 实际上是非常令人兴奋的 跟着别人考试的那样学的是没有进度 所以我不考你记着任何这个任务 你可以全部不记得 你得写一点东西给我看 所以在这样的读原始经典文献 同时探讨这些工作的来源 来容去脉 然后你自己得问自己 你是喜欢背书还是喜欢研究 这两类是不一样的 这两类虽然我的讲课好像是在推崇动脑筋的 我得明确地承认 会背书 会做工作的人 对社会的贡献 可能总体加起来比特别有创造力的这些人 可能还要大一些 所以你如果是其中一类 你就承认自己是其中一类 用不着希望变成另外一类 你能变成另外一类是另外一回事 你变不成是用自己的特长 不能用自己的弱点去做这个事情 你会自己看到你的特长在不在这个地方 然后你决定做哪种形式的工作 然后我用的例子当然是 生物学里面你愿意做哪种工作 当然你推广起来 其他行当也有不同类型的工作 所以你用不着做谁的粉丝以后 想做成他的工作 他的工作也许是你合适 也许是你不合适的工作 你们千万不要担心 只会做事背书 但是创造性不强 对你一辈子会有问题 没有问题 你用好这个东西 大部分世界上的工作 和世界上很多行业 做得很好的人都是这种人 包括诺贝奖金 诺贝奖金在过去几年 给过一个工作 叫体外受精 试管婴儿 这个工作得奖的原因是 它非常重要 对人类非常重要 不光对这些不能生孩子的人 能生孩子的重要 还对于社会来说 突然云竟然会这样产生 体外婴儿的做法是 把精子和卵子放在一起 放在培养民里面 让它长一段时间 也不会长很大 长不出一个人来 人不是在试管里生产的 长一段时间以后 长到多少个细胞以后 重新植入子宫 然后呢 在子宫里再长大 这就是所谓体外受精 也就是说在前面的阶段 精子卵子走到一起来 和受精卵有一定的发育 在体内 在某些人体内出现障碍 然后你在体外跟它做 所以自从第一个体外受精 要出现来 现在据说大概就几百万个 这些数字你们都查到 哪一年开始 到底有几百万个 有人是这样出来的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工作 得奖是在过去五年 还是十年之内 没有很久的 这个工作是五十年代的 这当然是很重要 我也承认它重要 该不该得奖 我也觉得应该得奖 反正诺贝奖金委员会上 又不是由我一个人组成的 实际上我也不是他成员 要我给这样 我可能不给 原因是我认为 这个工作不仅不是科学 我认为也不是技术 你想一想 鱼就是这样的 你们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鱼是两个人相爱的时候 游在一起 然后后面把精子卵子 都丢在水里面 然后精子卵子就互相结合 然后就小鱼出来 新枝兽菌 然后发育成鱼 这两个人从来没做过 任何围水动作 不仅这样 蛙也是这样 蛙虽然是两个人 一个人趴在一个人身上 熊蛙只是把 雌蛙的成熟都卵给挤到体外来 整个受精过程 是在体外进行的 所以鱼和蛙都是体外受精 他们天天在做 试管婴儿的工作 这算什么了不起 所以这个人不过是 想个办法模仿了这个动作 就可以得诺贝奖 所以你叫我来发 我肯定发不出去 然后不光这样 在他们做人的 所谓体外受精的时候 鼠的体外受精已经做了 鼠也是哺乳锐 所以它也是有子宫的 然后鼠的精子卵子 你放在外面 让它受精 长一段时间以后 你也可以放回去 然后可以长出鼠来 所以不光是从自然来说 还是从人工来说 体外受精作为一个技术做掉了 然后你做人的时候 为什么还觉得有什么重要 做人的时候跟鼠的时候是什么差别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很容易地想象 这里面没有任何创造体 你就是把培养的液体 换它的离子浓度 换它的离子含量 换它的pH 换它的氨基酸 反正就换这些东西 而且换这些东西还没有规则 做鼠的时候 做成了又不知道怎么做人 再换一段 做人做好了 他还不知道怎么做猴 再换 这里面没有规则 所以是一个很经验性的 所以这个跟炒菜很接近 所以能炒菜的人 一般来说 我们不做生物化学的人 认为能炒菜的人 大概跟做生物化学的能力 有相当的相关性 还可能跟这种工作也有相关性 但是我没有说 生物化学没有创造性 等王晓东来了 你们得给我澄清一下 我肯定没说过 他是没有创造性 所以我前面得说明这个原因 是因为我再讲下去 是很重的倾向于另外一种 所以我跟有些人不一样 我倾向于一种的时候 我得先反驳 我倾向的这种是有问题的 是有限的 你不能都跟着我倾向走 还有另外的可能性 然后我再讲我的倾向